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刮过我脸庞 白捡一个弟弟 眉清目秀 长得真雕致 我眼里略过波澜 拨开他额前碎发 带着蛊惑 做姐姐的小男友 怎么样 他叠一般的眼睛轻柔扑闪 如同羽毛 轻轻痒痒刮过我心头 视线交汇时 我甚至有了亲吻他的冲动 白铃抬头 直直迎上我的目光 探究般发问 姐姐是疯子 弟弟怕吗 我一震 眼神闪烁出痛苦 无意识地攥紧拳头 他盯着我的反应 眼里生腾起落寞和不屑 怕的话 可以走 我接过他指尖的吸烟 深深吸了一口 吐出飘鸟的烟圈 不怕 这辈子跟定姐姐了 白铃的确疯了 记忆停止在了两年前 连同打扮 行为都停留在人生转折的那一天 他作为卧底 即将潜入一个犯罪集团 从警察化身狠立的女混混 那时 我是他青梅竹马的恋人 支持他的选择 等他归来 可如今 他偏偏遗忘了我 医生的解释 又拽出血淋淋的一幕 那是记忆里最痛的部分 也可以理解为选择性遗忘 白铃潜伏成功 拿到了关键性的证据 落网之际 犯罪头目挣扎报复 丧心病狂地将白铃拖入密室 重击摧残 作为卧底 他想到过这一结果 却再也无法面对我 我一次次靠近 他如同野兽 疯狂撕咬我 推开下化线所有的财产也都给予你 我想你安好的度过这一生 我想走得安心一些 该用哪一种方式接近他 比较有效 医生服了服眼镜建议 病人无欲无求是最可怕的 你可以扮演弱小者 激发他的保护欲 于是有了开头那一幕 我站在垃圾桶旁 认真的逆时 带到白铃走近 我对自己发狠 把一整桶垃圾 哗哗倒在自己身上 众人嫌弃的舞鼻走开 还不忘骂我一句神经病 只有他疑惑地停下脚步 目光复杂 所以现在 他侧头看向我 眼睛湿漉漉的 你一定很难过 才会把所有垃圾倒在身上吧 傻瓜 我是想引起你的注意呀 我吞吞吐吐 垃圾桶里找不到什么吃的 一气之下全倒了 白铃不嫌我脏 好像又心疼地拉起我 拍着胸脯担保 小孩 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 他出院后 就和奶奶搬到了这座小镇生活 偏僻 安静 适合疗养 这处地方 也是我亲自挑选买下的 一座两层小楼 一个精心打点的院子 院子里有凉亭鞦韆 种了他喜欢的桂花树和绣球花 十分钟后 他端出一碗香喷喷的牛肉面 没有我讨厌的香菜和小葱 我吃相难看 一直埋着头 狼吞虎咽 我不敢抬头看他 因为眼泪怎么也止不住 这味道和做法 隔了两年 一点都没有变 两年前 我举着钻戒跪地求婚 我想一辈子吃你做的牛肉面 请嫁给我 白铃笑叶如花 偷偷红了眼 阿妍 快起来 哪有人这么求婚的呀 因为 我不敢奢求太多 我只求你平平安安 一年四季 一日三餐 可是上天 连这一点念想都不肯满足我 现在开始 我要重新追求你了 可能会恬不知耻 死求白赖 极尽各种霸道 幼稚 封批的手段 别拒绝我呀 我的时间 真的不多了 阿玲 是不是来客人啊 一位慈祥的老人走了进来 他满头白发 比之前更加苍老 白铃瞪着楚楚可怜的大眼睛 是我收留的一个小孩 他太可怜了 奶奶不允许他轻易接触外人 这次 奶奶看了我一眼 另外地叹了口气 收留了 那就留下来吧 白铃高兴极了 眉眼弯成好看的糊涂 奶奶最好了 我现在就去打扫房间 奶奶微微一笑 眼眶早已湿润 阿玲啊 你何苦委屈自己 来到这个小地方 奶奶 受委屈的人不是我 守着她 就是一切了 我强忍住情绪 宽慰奶奶 此刻 阳光正好 白铃在楼上晒着软软的床单棉被 我和奶奶坐在小院 聊着往事 皱巴巴的日子 仿佛也迎着暖阳 慢慢扑展开来 聊到最后 明明避开了那段痛苦 明明都是温情 奶奶情绪激进崩溃 抱着我大哭 白铃疑惑地走来 目光有一瞬间失神 奶奶 你怎么了 奶奶急急擦去眼泪 指着我哀叹 这个可怜的孩子啊 流浪在外 还经常在垃圾桶找吃的 我背过身 用力吸了吸鼻子 因为情绪起伏 身体也跟着发疼起来 这两年 白铃一次一次把我推开 我确实没有归宿 我死后 大概也还要一只流浪吧 一个大哥走进小院 送来了一筐红彤彤的草莓 他黑黑一笑 自家种的 心掀着呢 作为男人 我敏锐地读懂他的爱慕之意 一股无名怒火涌上心头 我强硬地把他推出门 冷冷下了竹克令 断了你的小心思 离他远点 大哥也强势起来 要你管 剑拔弩张 我一拳挥了过去 把人打懵了 白铃气急了 凶狠地责骂我 陈大哥好心好意 你是不是疯了 有病就吃药 我一症 脸色陡然苍白 我是有病 生了很重很重的病 可我没疯 如果有人喜欢你 等我死了再来追求 行不行 第二天 他依旧不和我说话 我急疯了 捏着他的下巴 强迫他看我 红着眼睛问 你要怎么才能原谅我 你要急死我吗 白铃眼泪汪汪 用力捶打我 谁让你打架的 如果你被打伤了打残了 怎么办 原来是担心我 连日的委屈得到安抚 我连连道歉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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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着急了 以后 我会温柔 会有耐心 虽然你骂痛了我 但你还记得我所有的喜好和习惯 我原谅你了 夜晚 我看着灰色的床单 心里泛起酸涩的暖意 我对这个颜色 有着偏执的喜爱 灰色是不动声色 是隐忍坚毅 是执念顽固 我迫不及待地从包里掏出药丸吞服 原本我已经放弃服药 现在心命般 苟且地盼望多活几日 雨一夜 雷声震震 扰得我心烦意乱 我敲响了白灵的房门 赖在门口委屈巴巴 姐姐 我怕打雷 她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由于片刻后 云我进了她的房间 经过她身旁的时候 又一声气响无比的巨雷划过天空 白灵下意识地抖动 我慌忙拉她入怀 收紧手臂 想要安抚她的情绪 别怕 有我在 画到嘴边 想起我扮演着胆小害怕的人 因为身高差 她的侧脸正好靠在我胸口的位置 彼此的气息和体温交织在一起 我嘴角上扬 心跳乱了节奏 白灵扑斥一声笑了 你的心跳得这么快 果然怕打雷啊 我无奈地笑了 加重抱紧她的力度 仿佛是惩罚她的看不懂 傻瓜 这是心动 我又瞥见她 光着脚走到地板上 心疼得皱眉 我之前明明督促她 改掉了多年的习惯 我不在她身边的日子 她又忘了 我一把将她横抱而起 她被突如其来的失重感 吓得尖叫 下意识搂紧我的脖子 距离无限拉近 气息有转荡漾 视线撞到了一起 我心里颤了又颤 你一定看得到 我幽深眼眸里 情绪涌动 映照出前犬的宠溺和爱意 两久 她率先一开目光 紧咬着下唇 压低声音 你可以放我下来了 我脸色烧成 严肃地叮嘱 别再光脚了 会着凉的 说话间 我蹲下来 利落而温柔地 给她穿好了袜子 白铃刚想说什么 我的眼眸 卖上冷淡和平常 冷酷地转身 早点休息 我懂 有一种手段叫做 欲擒故纵 若即若离 回到房间 我像个少年 得到了心已久的奖励 兴奋而雀悦地跳上床 该死 太激动了 夸张的动作扯到了神经 身体又发疼了 不过这一晚 睡得踏实 连入睡前的嘴角 都在轻轻上扬 不知过了多久 我迷迷糊糊听到 门被推开的声音 是白铃来了 她坐在床头 忧伤地看着我 那是一张 让我日夜思念的脸庞 不笑时 但若远山眉带 笑时 动如凡间精灵 人人都说 我们必人一对 家午天成 事实是 比起她的光芒 我分明逊色多了 思索间 她冰凉的手 一点点附上 我的额头 鼻子 嘴唇 下一秒 她疯狂地掐住我的脖子 眼红如血 用尖锐的声音 让我滚出去 我下得弹坐起来 房间空无一人 清晨的微光隐隐透进来 原来是一场噩梦 我深呼一口气 发泄情绪般 重重地锤打沙袋 哟 看着很瘦 没想到还有肌肉呢 白铃也起来了 漂亮的手 点了点 我必绑肌肉 我大胆地问 姐姐喜欢吗 空气里生腾出暧昧的气息 白铃有些尴尬地停止动作 我拉回她的手 大大方方附在胸口心脏的位置 在我这里 姐姐都有特权的 我们本就是亲密的恋人 只不过 你把我忘了 也把我弄丢了 白铃扭捏起来 亲了亲嗓子 低着头 不再说话了 我又重重地打上沙袋 以后就在姐姐门派混了 没点真本事怎么行 她破痴一笑 谈了谈我的额头 什么混不混的 姐姐可是正道的良民 我本能回到 那我可以保护你 白铃满意地点头 好看的眼睛泛出光泽 小孩 这么快就懂得报恩了 等你长大了再说 我不是小孩了 我冲动地把她拽进怀里 下巴抵着她的头发 带着一丝强硬 我有名字的 我叫阿颜 阿颜 是哪个烟 白铃被我抱着不敢动 突兀地问 这个名字 会在她心里 荡起一丝连衣吗 我掩盖心慌 镇定回答 颜色的盐 阿颜 我是鹿岩 也是阿颜 人生如果是灰暗的 我会在有限的时间里 带着你 一点点涂上新的色彩 白铃僵硬地 从我怀里挣脱 举起头像姿势 好好 好 以后叫你阿颜 可以了吧 风吹进来 吹起她柔软的发丝 她的脸颊 泛起若有若无的红韵 白铃的邻居朋友来串门 认定我不是好人 越是长得帅的男人 越危险 白铃 你可别被她骗了 白铃坐在秋千上 如同满腹心事的少女 倾诉起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看见她 觉得很熟悉 很亲切 怎么说呢 像是认识她很久很久了 她很直白 很热烈 有点难以拒绝 我坐在围墙上修剪树枝 听着她的心意 嘴角无意识地上扬 随后撑着墙面 蓬空跳下 吓得她们一跳 我把修剪的花枝 扎成一束花 递给白铃 送给你的 白铃默默后退两步 支支吾吾 我索性挑选出一朵 霉红色的小花 走上前 小心又笨拙地 别上她的侧发 这么好看 当然不能拒绝 意犹所指 白铃正正地嗷了一声 哦 那我就当 你答应我了呀 花很美 我也很好看 你不准拒绝 她的朋友 是个圆脸眼镜蒙昧 全程观察着我 带我走回屋内 一阵激动的大嗓音 回响在院子里 白铃 她好酷好帅呀 你要答应她 老天终于心疼我 派了一个助攻给我 我又可以去买钻戒了 买最大最亮的那种 原来那个戒指 被白铃扔进了盒里 她受伤后 就不再承认我们的关系 还狠心地扔掉钻戒 真狠心 医生说 可以让白铃专注一些兴趣爱好 有利于病情 于是我化身大胃王 对一切食物 表现出极度的渴望 原本 我的身体 已经吃不下太多的东西 面对色香味俱全的菜肴 也渐渐有了胃口 真好 应该又能多活一段时间吧 白铃沉溺美食 更加鲜活灵动 少有嫩神的时刻 菜市场的人间烟火气 厨房里的美食出炉 都是治愈良方 我和奶奶都是捧场王 每次都争先恐后 抢夺一番 我回来的晚一些 白铃便会撒娇 奶奶 你给阿妍多留一点呢 阿妍胳膊肘往外拐哟 心中惦记着某人呢 奶奶乐呵呵地打去 白铃急急忙忙辩解 奶奶 你乱说啥 阿妍是小孩 小孩都有优待的 我看着两人打去的画面 心中甜蜜又哀伤 求求你 永远不要想起那段记忆了 让我做你生命中 永远有优待的小孩 可惜 好景不长 白铃的病情开始反复 出现了第一次极端的时刻 一入深秋 街道旁的银杏叶子 时不时飘进院子里 她望着落叶纷飞 情绪忽然激动 紧紧拽着我 阿妍 我不想看到这些叶子 我心里密密麻麻地疼 落叶飘零 她大抵是联想到了自己 好 不想看 我们就不看 我轻声安慰她 我一夜没睡 在银杏树旁搭起了网架 打扫完院子里所有的叶子 白铃 其实你是落叶又如何 我会做那细腻的罗网 稳稳接住你 第二天清晨 院子里干干净净 而我胡子邋遢 眼睛布满红血丝 身体也隐隐发疼起来 白铃感动极了 满怀歉意地问 阿妍 我是不是在折磨你呀 我刮了刮她的鼻子 温柔地笑她 怎么会 就算姐姐要月亮 我也会亲自去摘 周末 我们逛街回来 一个陌生的女孩冲到我面前 递来一个信封 粉色 镶嵌着这爱心 是情书 我看了白铃一眼 淡默地拒绝 不愿意接过 女孩尴尬而委屈 红着眼眶跑开 白铃狠狠拍打我 阿妍 你怎么这么铁实心肠 小妹妹都被你气哭了 我有喜欢的人了 拒绝她 是为了她好啊 我委屈地解释 目光赤诚而灼热 白铃有一瞬间的失神 自顾难难 我听不太清她说什么 冲动地靠近她 因为身高差 整个人像是压住了她 她以为我生气了 不自然地别过头 语气软了下来 好了 姐姐信你 我气笑了 轻轻捏起她脸上的肉 凑近她耳旁 一字一句地说 我已经是某人的小男友了 我亲爱的姐姐 你忘了吗 白铃脸色涨红 嗷的一声喊叫 正拖跑开 怦怦的心跳 恍若年少的记忆 美好的不真实 18岁的校园里 我拿着情书 花束 嘴里叼着热气腾腾的身份证 激动表白 我成年了 可以谈恋爱了 麻烦你成为我的女朋友 全场同学轰然起哄 在一起 在一起 白铃也是这般羞红了脸 若慌而逃 一整天 白铃不愿和我多说话 只是她脸上不是冷漠 而是羞涩 我揣着兜里的戒指 蠢蠢欲动 我剩余的时间不多了 我感觉死神也在我身旁 蠢蠢欲动 当天晚上 我就被一群非主流小混混围住 堵在巷子里 为首的光头男 把我逼到墙角 草 不就是长得好看了一点 敢拒绝我妹妹 原来是白天地情书女孩的哥哥 草 我虽是将死之人 也不想被打死 更不愿起冲突 刺激到白铃 于是我低声下气道歉 光头男不肯罢休 狠狠踹了我一脚 紧跟着 棍棍们抄起棍子 向我冲来 张大头 你敢动他试试 愤怒的声音响起 我回头 竟然是白铃 他面色阴沉 带着一帮人 气势汹汹地杀到巷子里 像极了电影里的帮派厮杀 光头男愣了片刻 叫嚣了一句 老子教训这个不识台局的臭小子 关你屁事 白铃一声轻笑后 露出狠利 张大头 我就管了 你能怎样 他浑身散发着咄咄逼人的气势 作为他最亲近的人 我也感受到了明晃晃的距异 光头男思索片刻 谄媚而笑 带着人信信而归 白姐 原来这小子是你的人 我就说嘛 不打不相识 白铃卸下防备 悄悄和我强调 邪不压正 姐姐 能罩住你 我了然 他对自己的意识 还停留在即将成为卧底的时刻 救命之恩 无以回报 悲公主回宫 我半蹲身子 一脸绅士 公主 请 那本宫就不客气了 白铃开心地挽上我的脖子 我缓步走着 心刻一声开始胡舟 在古代 男人背了女子 两人是要成亲的 电视剧也这么演 白铃不解风情 自顾自叹息 古代的婚姻真可怜 没有嫁娶自由 不能和心爱的人相守 我不死心 加大声音追问 假如 我们俩在古代 我想要背你回家 你愿意吗 沉默了好久 我的心渐渐沉下去 笑道 不愿也无妨 公主可不是人人能背的 下一秒 我听到她低哑着声音回答 阿言 我愿意 一道光落在我心间 开出明亮的花朵 我一路披荆斩棘呀 终于迎来了曙光 回去的路上 远远看到 门口停着好几辆好车 我看着这些熟悉的车牌 心里一紧 院子里 果然处着好几个人 奶奶招呼他们 他们不敢做就这么站着 我不满的沉下脸 压低声音 谁让你们大张旗鼓来的 助理沉穿面露南色 陆总 您的父亲让我们来接您 再说集团事务 也需要您处理 我都要死了 还处理个屁 只是我生病之事 除了我的医生和律师 无人知晓 知道了 你们先回 我摆摆手 牵起白铃回屋 白铃建议帮人对我毕恭毕敬 起了疑心 爱言 你不是说自己是流浪汉吗 我一时不知做何解释 陈川瞬间议会 浮夸的胡周 他是我们失踪的少爷 这么多年 我们总算找到他了 什么鬼 我微微醋眉 白铃被逗乐了 唇角挑起笑容 原来现实生活中 也有真假少爷 你们好好聊 我去切水果 不知为何 我心底浮现出一丝不安的情绪 叮嘱陈川 别再让不相干的人过来 陈川看我的神色 明白了几分 陆总 这就是白铃小姐吧 您的白月光 我摇头 是白月刚 白月光 是要去呵护的温柔 而白月刚 如钢铁女战士般 照我 护我 锋芒对外 温柔对我 陈川一行人走后 白铃嫩嫩不乐 张罗着要一起喝酒 月光悠悠荡荡洒落 她的眼神里多了一丝情绪 阿妍 你是不是要回到原来的地方了 不回去 他们小时候就抛弃我 我不会原谅他们的 我只能顺着故事说 白铃伸出手指 轻轻点在我脸上 你不能一辈子困在这个地方呀 你要飞得高高的 高高的 我再也按捺不住冲动 单膝跪地 掏出戒指 极尽卑微的祈求 那你嫁给我 好不好 白铃愣呆呆迎上我的目光 她忽然用力指了指自己 竭力溢住哭声 肩膀微微颤抖 阿妍 医生说我生不了孩子 我小时候出了车祸 受了很严重的伤 她记得自己的残缺和病情 只是选择性遗忘了 那间黑暗的密室 转接到又年的一次车祸上 这一刻 我心都要碎了 把她紧紧护在怀里 眼泪飙飞 白铃从密室里解救出来的画面 又像尖刀一样 重垂我的心脏 我平复情绪 想了想慢慢说道 其实 我也生不了孩子 无精正 白铃醋眉 哭得更大声了 怎么会呀 你已经这么可怜了 我慌乱紧张起来 医生说 大哭大闹 很容易触及她情绪 再次崩溃的开关 我一字一句斟酌 轻轻安慰她 反正我也不喜欢孩子 我只爱你 只要你 她这才抬头 亲力的容颜 骤然在我面前放大 随后 一个轻如羽毛的吻落在我唇角 眼眸深情又克制 我深情回应 直到呼吸紊乱 连胸腔都在颤动 那晚 我们聊了很久很久 关于结婚 关于未来 白铃最后迷迷糊糊睡着了 她在梦里 呢喃着什么 我凑近去听 不寒而栗 她说的是 露言 我要嫁人了 所以 她即使忘了我 潜意识里 也永远有我 在隐秘的黑夜里 在纷乱的梦境中 白铃的生日到了 我半月前就开始筹备 给她一个盛大而难忘的生日 房间打开 无数个精致昂贵的礼盒 整整齐齐的摆放成一个心形 白铃捂着嘴 不可置信的看着我 阿爷你疯了 怎么准备这么多礼物 她像是得到万千宠爱的公主 置身礼物的海洋 一个个兴奋的打开 露出欣喜的神色 我宠溺的看着她 恨不得把天上的月亮星星 一并摘给她 我还有很多很多的财产 以后都是你的 你要买包买首饰买别墅 甚至爱上比我更英俊 更年轻的男人 都可以 替我快乐地享受人生吧 白铃六系数有多少个礼盒 我也不会告诉她其中的含义 万事藏于心 我不埋怨命运悲苦 我只知道 你开心就足够了 礼盒整整五十个 代表我离开后 每一年的生日礼物 我自私地 只让你活到八十岁吧 挺长寿的了 不然 我在阴暗潮湿的地底下 等你太久了 也会孤单难过的 我知道 白铃随时会清醒过来 这是一颗没有定时的炸弹 随时可能引爆 我必须加快婚礼的节奏 无数次幻想的场景 美好的上演 我们在海边拍摄婚纱照 拍照领证 布置婚房 购买礼服 写下情帖 像一对平凡夫妻一样 沉浸在浪漫的喜悦中 忙碌了几天下来 身体仿佛破了一道缺口 有点累 也有喘 好像有些承受住了 不行 我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完成 陆言 你要再坚持坚持 我邀请的知名专家 方教授也来到了小镇 愿意为白铃做一次系统治疗 刚接到方教授 陈川的电话跳了进来 语气焦急 陆总 唐宇去找白小姐了 唐宇 唐宇 我神经紧绷 下意识拨通唐宇的电话 陆言 为了他 你终于肯和我通电话了 唐宇自嘲的声音传来 你别乱来 否则我不会放过你 我冷声警告 安言 你醒醒吧 他凭什么还赖着你 你们不会有结果的 我才是真正配得上你的人 顾不得再听他说什么 我愤怒地拍了拍方向盘 加快油门 气血上涌 怒火吞噬着我的理智 我真想杀了唐宇这个疯女人 医者治病也欲心 方教授劝我别那么紧张 有时候逃避不是办法 该面对的 还是要面对我握紧方向盘 微微颤抖 熟悉的无助感 又蔓延全身 我确实是在逃避 该来的 终究是来了 院子里 唐宇已经走了 白铃呆愣愣地坐在秋千上 眼泪一滴滴落下 奶奶不敢说什么 眼底浸润着哀伤 一遍遍轻抚她的背 我不敢轻举妄动 在方教授的允许下 我慢慢走近 用轻快的口吻换她 白铃 我回来了 看我给你买了什么 你最爱吃的糕点 她侧头 呆愣愣地看我 眼神空洞 像在看一个遥远的陌生人 乖 起风了 我们回屋 我弯身要抱她 却像是突然触动了危险的开关 白铃属然推开我 眼神凶狠 一个利落有力的翻身 把我钳制在身下 一把冰凉的匕首 直抵我脖子 她情绪爆发 眼神蕴藏圣怒 我要你死 我做梦都想杀了你 我错愕 冷汗直冒 白铃把我当成了犯罪头目 奶奶慌了神 企图唤醒她 阿玲你看清楚 这是阿炎啊 没有用 白铃根本听不见 在我大腿狠狠刺了一刀 疼痛入骨 血流一地 为了不刺激她 我忍着痛 不抵抗 也不喊叫 方教授急急挪不到白铃对面 用沉稳的声音与她对话 白警官 你好 白铃浑身一颤 焦急地回应 大家快走 这里危险 方教授伸出双手 顺着她的想象应对 犯罪分子 已被制服 我是您的同事 接下来 请把她交给我 白铃终于放下了匕首 方教授和奶奶 连忙帮我止血 这一刻 白铃才认出了我 神色恐惧 蜷缩在角落 喃喃自语 唐宇说 我太自私了 用残缺的躯体和灵魂 困着你 阿炎 我该怎么办 阿炎 我好难受 白铃说完 因痛苦的情绪 产生强烈的身体反应 探如一只苍白的蝴蝶 跌落在地 呕吐不止 我急疯了 小心翼翼抱起她回屋 就像对待一件珍贵易碎的瓷器 腿部的疼痛 让我走得一瘸一拐 白铃不敢乱动 哭着问我 阿炎 你是不是很疼 对不起 我认错人了 不疼的 我像红小孩一样 极尽耐心和温柔 我们乖乖的 配合医生 好不好 他听懂了我的话 呆愣地点头 方教授要单独和白铃对话 评估他的心理和精神状态 终于 门关上的那一刻 我才敢哭出声来 一滴滴苦涩 而浓烈的眼泪滑落下来 明明一切向好 我们都已经领证了 结为夫妻 可你忽然又不好了 我怎么放心走啊 奶奶年纪大了 除了我 没有人能把你照顾好的 白铃开始进行 艰辛漫长的治疗 她时常喃喃自语 一会儿哭 一会儿笑 我陪着她哭 陪着她笑 成为了最能感知她情绪的人 为了多活一些时日 我不得不继续进行 意义微弱的化疗 瞒着白铃和奶奶 就像做贼一样 老天啊 你发发慈悲 就让我从你那 多偷点时日吧 我开始整晚整晚地睡不着觉 在黑夜里悲观沉默 或是无节制地抽烟 一切都是强撑罢了 我们就像沉溺在冰冷的河流 久久找不到上岸的初 白铃不再逼迫我离开 但那种冷漠的眼神 比推开我 让我更加难受 以前她会叫我小孩 阿妍 现在她只会说 你好 请谢谢这类生疏的词语 方教授让我不要心急 也许柳暗花明就在下一刻 好在这个下一刻并不是很漫长 两个月后 一个雨后的傍晚 院子里的桂花香 让人沉醉 我陪着她散步 她捡起地上被风雨打落的桂花 一点点捧在手心 白铃忽然抬头 目光闪耀出光芒 阿妍 我想通了 我不能再折磨彼此了 我们结婚吧 我欣喜到泪目 她叫我阿妍了 她从自己的心魔走出来了 她愿意和我结婚了 婚礼前的晚上 白铃抱着枕头来找我 我手忙脚乱地藏好乱七八糟的药品 她紧紧缩在我怀里 像一只无助的小动物 发颤着声音说 阿妍 我永远属于你 可是我没有永远了 甜言蜜语卡在我喉咙里 进退两难 我哽咽着 不知如何硬打 只是贪恋地抱着她 就像紧紧拽着一丝暖光 痛苦的情绪 又带动了身体的疼痛 血毫无征兆地 从鼻子口中流出来 该死 我暗骂了一句 眼是慌乱 因为血怎么也止不住 白铃也慌了 让我躺下 小心翼翼地为我擦拭 我胡乱找了借口 让你见笑了 美人在怀 难免血气上涌 她嘟了嘴不信 这么帅气多金的男人 身边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啊 你吃醋了 我欣喜若狂 认真地回应 我身边很干净 只爱一个女人 很爱很爱 白铃笑了 又哭了 泪光涌动 那晚 我们在暗逸中久别重逢 互相汲取对方的温暖和热度 我的动作轻柔而克制 她的身上还带着深深浅浅的疤痕 这些伤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 撕扯着我的灵魂 重重地发痛起来 我的女孩啊 哪怕我为你做得再多 再周全 我依然走得不甘心 不放心 不知为何 一股巨大的恐惧感 笼罩全身 我深深地感觉到 死亡快来临了 二十浪漫盛大的婚礼 如期举行 我在大厅迎接客人 白铃在画着新娘装 酒店里 人群忽然乱作一团 众人议论纷纷 一个光头男 劫持了一个小孩 是一位新娘 勇敢地和犯人对峙 就吓了孩子 我慌慌焦急地推开人群 我的女孩痛苦地倒在了地上 我发疯似地跑向她 痛苦到呼吸不畅 人们说 这个姑娘勇敢而伟大 是世间最美好的新娘 人们说 她的新郎抱着她 急得吐出一口鲜血 她一定很爱她 一定很痛 人们说 明明她们已经那么接近幸福了 为什么还要经历致命的悲苦 我在ICU门外 等了七个小时 半昧半醒中 眼前浮现出一个虚幻的场景 她在黑暗的丛林中奔跑 鲜血染红了婚纱 她挣脱缠绕的荆棘 化作一个纯白的精灵 旋转起舞 最后那一刻 她笑着和我挥手告别 决绝走向神力的彼岸 我静坐起身 一身冷汗 早已清洗全身 灯灭 手术室门打开 一生遗憾地摇头 我们已经尽力了 生离死别的爱 阴阳相隔的苦 太直痛 我旁若无人地放声大哭 在最后一刻 我希望你能听到我的声音 希望你能回头再看看我 希望你记得 我很爱很爱你 原来 从命运中抢过来的人 终究要还给命运 从此啊 我便一无所有了 白灵 你不记得自己的过往 也遗忘过我们的点点滴滴 唯独没有忘记 刻在骨子里的责任和本能 你一无反顾 保护了那个孩子 丢下了我 无尽的黑夜中 奶奶哭坐在院子里 无声地流泪 我安静地缩在白灵最爱的鞦韆上 抱着自己 奶奶颤颤巍巍地 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条 纸条皱巴巴地 自己歪歪扭扭 还带着血迹 是白灵在手术之前 恳求医生 让他写下的 安言 我看到你的报告单了 我很害怕 你走了 我该怎么办 现在也好 我先去那边 安排好一切 你就不用怕了 好 你好好不止 我们在那边的家 我不怕了 我在院子里 挂满了白色的风铃 我开始安排奶奶的生活起居 给有一个好的环境 有专门的人照顾 我温柔地劝说奶奶 就像哄着小孩一样 奶奶 您年纪大了 安言得安排您去城里 会有人好好照顾您 奶奶慈爱地扶起我 目光浑浊地望向空荡荡的院子 白灵一定会回来的 我去了城里 她来了 就没有人接她了 我忍住心中酸涩 搬出两张竹凳 紧挨着和奶奶坐下 陆总 您的电话 要不要接 陈川轻声询问 我挥手 示意她离开 奶奶愣呵呵念叨起来 我们安言真有本事 是个了不起的大老板 我恭敬回话 奶奶 安言飞得再高 线 始终在这 奶奶目光淡了下去 温柔拉过我的手 安言 飞得越高越好 不要再回头了 敌事 一阵风吹过 院子里的风铃速速作响 奶奶忽然挣脱我的手 扶起拐杖 急急走向院子 对着空气爱怜的呢喃 阿玲 是阿玲回来了 我心跳如雷 紧紧跟上去 在奶奶倒下的那一刻 扶住了她 她紧紧闭目 在我的怀里 安详地等到了白铃 风铃 铃声指 你们都走了 只留下我一人 在孤独的院子里 哭得像个小孩 处理好奶奶的葬礼 我疲惫至极 拖着近乎枯竭的身子 走出了院子 有些事 我要亲自去置办才放心 我想买点白铃和奶奶 爱吃的糕点 喜欢的鲜花 这样 他们来看我的时候 肯定会很惊喜 一路上 不少小孩见了我 吓得哇哇大哭 又被大人 骂着说不懂事 我疑惑止步 这是怎么了 我很吓人吗 陈川递来一面镜子 用低的不能再低的声音 劝我 江总 请您节哀 保重身体 我颤抖着手 接过镜子 镜中人 胡子邋遢 眼眶凹陷 眼红如血 仿佛受尽了一切不堪的折磨 是啊 病痛在折磨我 遗憾也在折磨我 陈川扶着我 一遍遍劝说 陆总 您要往前看 一切都会好的 人啊 核树是一样的 被掏空了 还能勉强立着 旁人总以为 下个春天 他就能发芽 其实某个时刻 他就死了 我推开沉川 静止走向街道 头忽然昏沉沉的 身体又发痛起来 我难受得辨别不了方向 停下脚步 站在那个路口 哭了好久 路口的垃圾桶 孤单地立在那边 如今我去那觅食 还会有人停下脚步 心疼我吗 唐宇得知了消息 连夜赶来 他被我的样子吓哭了 抱着我不肯放手 路言 别怕 一切都过去了 我冷冷推开他 他带着哭腔质问 白领都走了 你为什么还是这么狠心 不肯接受我 因为 我已在年少之时 遇到了太过惊艳的人 这意味着 往后的人和事 不过而安 曾经 我的心和爱 都是热气腾腾的 可是光灭了 就不会再热了 那曙光 从幼年到现在 温柔陪伴我 仿佛照耀了我一生 三岁那年 我被大孩子欺负 六岁的白领 冲到我面前 奶兄奶兄地教训他们 这么可爱的宝贝 你们谁敢欺负他 九岁那年 我和父母吵架 赌气出走 白领不肯待在家里 跟着大人找了我一夜 找到我时 大人责骂我臭脾气 只有他抱着我一直哭 十二岁那年 父母做生意失败 我成了被欺负的可怜蛋 白领带着一帮人 冲进我们教室 狠狠教训了霸凌我的人 十五岁那年 白领父亲因公殉职 母亲生病去世 他靠在我怀里 伤心地哭 阿言 我也好想去死 可是我舍不得你呀 又一阵清风吹拂 铃声响起 现实与回忆无限放大 又重叠融合 我的心剧烈地跳动 大步向前 走向院子 今夜 月光格外温柔 像极了某些重要的时刻 风铃响动 故人来迎 院子里 白领和奶奶 站在桂花树下 笑意温柔地望着我 带我走近 白领的声音 多了一份担心和怒意 阿言 哭成这样 是谁欺负你了 你好啊 我的白月刚 我扬起心动的笑容 心满意足的闭目 有你在 就没人敢欺负我了 风铃响动 故人来迎 这不是悲剧 是我盼望的团圆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 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